香港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新加坡先生 非常好 我們香港歡迎你來到香港 你不懂得聽 不懂聽 但是懂說 只是講小 講小小 OK 來過香港沒有 來過香港了沒有 很多次 但是今天來的意義就是跟之前的不同 就是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跟我們六個香港的朋友一起打比賽 今天的感覺怎麼樣 其實每次來都跟街霸的朋友一起打 都很熟 可是這次比較特別是有跟02的玩家 其實我都沒有跟他們打過招呼 所以這次認識了感覺挺好 都是打格鬥遊戲 Cien就說其實都來過香港很多次 來的時候其實都跟他們一起訓練 或者一起玩的 基本上都很熟 但是這次來到現場就有點不同 因為今天的感覺跟之前就不同了 因為之前就交流性質比較多 今天叫做半個比賽 都開心的 那你覺得這個香港的電競的音樂 音樂的項目就是感覺怎麼樣 這個地方漂亮嗎 然後你覺得香港的朋友是怎麼樣的感覺呢 香港一直來都是我很喜歡的地方 吃的東西都很適合 然後這個地方EMF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我非常感動 就是這個Retro Gaming 有全部我以前小時候 二十年前到現在玩的遊戲 所以帶給我很多感覺 那Cien就說 其實在香港電競音樂戰的現場這裡 環境非常漂亮之餘 其實氣氛也非常好 那他們也都大讚我們旁邊的 Retro Gaming Zone Retro Fighting Gaming Zone 非常之漂亮 而且可以玩到很多很復古 懷舊的格鬥遊戲 那這就是對Cien來說 再開心一點的一件事情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問Cien 那今天就是跟他們一起 六個來場比賽 然後比賽是打平了 平手 那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他們跟之前的有沒有什麼分別 其實他們也不算是一個對手 就是大家只是搶一巴了 我很確定如果打久一點 那個拳王的我都不會贏的 所以就是一場友誼賽 然後讓我們認識到對方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 比較重要 多過於比賽 好 那都是友誼帶過一切 那其實呢 我知道Cien昨天 其實也都在我們旁邊的現場 就不停在這裡打你的街霸 和拳王 那今天你還會不會在旁邊 跟我們相場的朋友 交流一下 我也很想 可是我的飛機是今晚 今天晚上 所以 所以就選擇了 是不是 應該不可能 是 是 CN在台上就說她今晚飛機會飛回新加坡 未必跟大家交到手 但是有工作人員跟我說 CN就會在旁邊逗留半個小時 那麼各位想跟CN交流一下 拿下心得的話 不妨大家去Retro Gaming Zone排隊 一起跟CN交流一下 在這個時候我們再給你們一次掌聲 來自新加坡的CN 非常之厲害和精彩的賽事 上英國兩種格鬥遊戲 拳王和街霸 每一場都精彩萬分 非常之開心 也都再一次感謝CN來到電競音樂節的現場 也都是來到我們Retro Gaming Zone Retro Fighting Gaming Zone在這裡 跟香港的六位明星選手做了六場精彩的賽事 再一次歡迎 也都感謝CN來到香港 希望下次再可以在這裡見到你 來到現場跟大家一起玩 謝謝CN